按一下它,它就幫我跑出結果來 實際上當它按一下它的時候 然後先產生一個 再產生第二個 所以橫向的話由J來決定 縱向的話由I來決定 所以最後做出來結果 程式部分的話就有點像這樣 所以你們可以在 雲端上面其實是可以看到那個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你們就照著做 但是裡面的話,我剛剛這個程式裡其實有一個bug 什麼bug 就是說呢 應該是 當我在按一下 再按一次的時候應該怎麼樣 應該把舊的資料清空再加新的 可是你會發現我再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又多一個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程式 是先把舊的 所以我要設定裡面的資料是把它原來舊的資料 先放進來之後 再繼續放一個新的 所以變成說舊的 又會在 就是放在前面 然後後面的又新增一個 所以你我只要再按一下 九層成本又再一個 再按一下又再一個 所以會變成一直會增加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先把舊的資料清空 所以你可以先舊的資料怎麼清空呢 那就是針對這個 標籤1裡面的資料 然後可以設定它什麼 設定它裡面的文字 所以找到一個叫設定標籤1裡面的文字 然後給它一個空的就可以 這個是取得嘛 設定在這邊 放在哪裡呢 放在當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那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清空 那怎麼清空 文本裡面就文字 文字裡面的話呢 給它一個空的文字就可以了 就這個 這個就空的文字 裡面的話不要放任何東西 這個就空的文字 也就是說呢 把資料先清空之後 然後再放新的 也就是加了這個之後 那剛剛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生 按一下 它又新增 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的話可能最後 記得還要再加這一段敘述 然後底下的話其實 反正就是把 你要顯示的資料 把它 合併在一起之後 放在 這個標籤1裡面的文字 OK 所以這些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意思 那最後的話一樣把它打包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顯示 出來了 那這個範例的話請各位呢就自行在 把它完成 這個蠻簡單的 這求人馬表部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題目就是 直數判斷 你們可以想想看 那應該知道什麼叫直數吧 直數呢 簡單意思就是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的 整除的意思 OK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1本身就是直數 再來的話 2 其實也是直數 3也是直數 因為 除了1跟自己本身以外 能整除 那4的話是不是直數呢 4就不是了 因為4能夠被2整除 所以 它就不是直數 OK 那5呢 5能不能被前面幾個 好像除了1以外 好像也不行 所以5也是直數 6的話是不是直數呢 6的話好像能夠被2跟3整除 余數為0的話那就整除 所以6也不是直數 所以 如果我希望寫一個 判斷直數的程式 也就是說 這個界面部分就是 1234 然後呢 當我按一下 我輸入文字之後呢 判斷一下 顯示是直數 或不是直數 那這個程式應該怎麼寫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嗎